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又是一月一期的必玩推薦 诚心推薦 非常好玩 快来下载吧 首先是 我在异世界当魔王 台湾代理是和米斯游戏 因为上次的模仿海洛克 上次还介绍过他们另一款游戏 修修风神 而本次这款游戏 就是以前讲过的神力武装 在当时把另外一款倒掉游戏 更换买数后重新上架 目前在路板死了没我不知道 但B站跟Table上已经早早放弃更新了 不过什么厂商就会有什么游戏 这次出海 也就是准成割韭菜罢了 也是感谢台湾人的不嫌弃 详细游戏资讯请参考过往影片 这边就不啰嗦了 接着是 少女的初见 女神与妹妹的传说 这游戏本身稍微有点历史了 上架的名字千变万化 我找到比较早版本是在21年上架 过去FB虽然有间厂商资料 但该公司早就已经注销了 但可以确定这个游戏是由中国厂商开发的 游戏当时上架的时候又存在不少争议 被人发现不少的角色设计 都是来自其他游戏 包含像是必然航线 或者一些韩国游戏 像Lester Origin 未来战等 其他还有一些元素类似的 如果去生化的话 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的手面孔了 然后到了2022年 市场进入了大AI绘图时代 被很多厂商拿来利用 而这款游戏也顺势进行了改造 虽然美术有修改了 但还是保留了一部分 将用户才知道自己吃的是答辩 游戏从一开始 就会发现满满作画上的破绽 像是涂层分割不连贯 不自然的形变拉伸 上色方式 诡异的发挥等 都明显是出自AI的产物 玩法是常见的放置卡牌 而游戏的音效 像是从别人家偷来的 我这边放一小额段给各位听 友情提醒 请保护好耳朵 真的就是品质很差 而且非常的刺耳 仿佛让我回到早期认天堂时代 有些角色的大招 可能找不到适合音效 所以干脆就不配了 但这些东西 廉价归廉价吧 反正商场礼包 摆得丰富 就会有人傻傻进来课金了 游戏外的广告也是各种AI素材 除了各种插边广告外 也盗用很多家的游戏 像是命运之子 城白禁区 少女前仙二追放 少女回战 放尸少女 其他还有像是 星辰少女 云图计划 妮吉等 很多很多啦 举都举不完 官方简介还说 由日本人气绘师亲自抄刀 有种的话不如勾布集会 给大家开开眼如何 还是盗用日系作品 为死给AI生徒也算 总之这产品 完全就是为了提款韭菜而生 看到就直接埋了吧 真的别花心事在上面了 再来心不良人 台湾代理是爱比游戏 营运商是香港的新河网络科技 但聪明的你我都知道 背后很大几率是某间中国厂商 或者根本就是开发商自己的跳板 陆伏在去年五月公测 但成绩惨不能赌 而国际服也在二月公测 现在也是要死不死的状况 即便开了台湾 不意外的话 也不过是在重复 他失败的第三次轮回 游戏也是典型的 花钱买AP授权套皮 用心做CG 用脚做游戏 而且开场那个胶血一路压着你 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 主线除了前面上脸配音外 后面很快就不演了 除了立会美术稍微能看以外 其他真的就惨不能赌了 况且现在国风丽绘 各种烂大街也没有特别优势 而且你游戏内也并不是没有现成的美术可用 何必学别人搞AI图做广告宣传呢 战斗方面 作者比很多早期的幻别放置游戏还差 加了一个类似自走期的设定 还自询这个玩法是微创新 但战斗期间你也不能手抄或者介入任何调整 那这样的设计意义何在 不还是传统战前布阵的玩法吗 打劫特效跟效果也很敷衍 要不你干脆跟前面那位结拜算了 而这IP改的游戏在频道也不是第一次介绍了 上次的话还是去年2月的不良人山 不过它在半年后就宣告往生了 这次就看能撑多久吧 再来是新武侠大明星 开发商是中国的晴天网路 台湾代理是义亨的另一间分公司 乔威素贵 商店运营商是一间刚成立不久的香港公司 不过懂的都懂啦 但目前相关资料比较少 等未来有挖到的话我再来补充 游戏在陆服原本也是微信上的小游戏 后来在今年3月上双平台公测 一开始看到开局的美术跟设计 海果会有点不同 但想了一想 代理上是义亨啊 肯定是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玩音阵子才发现其中的猫腻 玩法是点击他塔房加肉哥的泪无霜 乍看起来非常正常 但马上就会发现场上的阴谋 因为主角位你需要强制守控 为了提高输出你就必须一直在那边点荧幕 场上又把每场的战斗时间 故意拉得很长 所以你觉得一直点很烦 要么就是耐心等遥远遥远的未来 它可以解锁自动 要么你就是很快就卸载了 外加游戏内充满各种看广告的机制 综合以上 用户想获得别款游戏最基础的体验 就是得买张月卡 如果不想看广告 得加钱升级高级月卡 只能说厂商非常的聪明啊 在初期就把那些不会消费的用户筛选了 摆明的就是告诉你 不想课金就给我滚吧 真的很少遇到这种 开局就可以让你玩的不爽的游戏 再来一键断念 台湾代理是有个复数位 那开发商这边的资料有点零碎 查版号的话虽然是同一款游戏 但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前后的开发商这不同间 但游戏应该是同款没错 该款游戏在2017年的内测阶段 就被网友抓出有抄袭 霹雳布袋戏跟其他游戏的例会 后来官方还有出来道歉 到19年的测试 登录画面跟骑路旅人 非常的类似 再次登上新闻版面 最终在同年的11月公测 虽然游戏运运至今 但各方面状况并不是很乐观 韩国在2020年的5月7号上架 那根据后台数据推断 应该在21年初就官府了 同一年的下半年也有在台湾上架 当时是有异世界代理 就是前阵子上架的 长安养成界的那间公司 看后台数据的话 差不多是在22年左右死去 但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冷门 相关的资料在台湾的网路上也非常的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产品数据这么差游戏 厂商还会想重启 是因为看到前阵子几款 像素风游戏很赚钱 所以从索妖塔跑出来吗 当然不意外 这类游戏打开来 也是滚服滚到外太空 剧情是由小说 修正世界授权改编而来 但这部我没看过 所以不是很熟 从资料上来看也是老作品了 战斗玩法就是放弃手塔类型 局外还有一些家园建造元素 后面还有开国战玩法 但玩家都被厂商自己分流光了 一个服务没剩多少人 虽然像素风本来就是玩个怀旧复古 但现在很多款游戏 都可以把像素风的质感做得很好 很显然这个游戏的整体表现就非常一般了 因为风格是有一定的识别度 但明显并非市场主流 看上去也并不是很讨喜 所以我大概也是能理解 为什么这款游戏的讨论度会这么低了 除了割韭菜以外 我不知道来台上线的意义何在 就果断远离吧 接着是 这款就是陆服在去年5月6号公测的 最后的原始人 当时陆服是由三七护鱼代理 开发商是四月网路 这两间过去我也提过很多次了 或许你可以不相信他们家的游戏 但绝对不要低估他们的练才手段 由于产品本身太过于老套 又没有什么创新 上线没多久也很快的向死而去 那本次台湾的代理商是Hunter创意行销 实际的运营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乳猪游戏 但凡你花时间回顾他们家过往代理的产品 就会发现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庆祝难输 我也完全不懂 你们就只是一间代理商 跟打造有什么关系 只是批货卖商品就成了制造商了 什么 你说你们专门制造答辩 那没事了 厂商也是始终如一 完全没有长进 甚至连广告都没有进化 好几个素材都是过去用过的 然后盗素材也是基本操作 那以下是我有看到被盗的游戏 在远方 追缘者编年史 欧罗巴 马纳西斯回想 Sky Climbers 怪兽宇宙 圣塔神迹 牧场物语 橄榄镇与希望大地 牧场物语 虫具矿石镇 青蛙岛上的时间 梦想家园 休闲小镇 还有些是改别人的创作图 那因为真的太多了 如果我没有介绍到的话就景点亮了 毕竟他们只需要拼命到素材就可以了 我做影片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你们一直到用别人产品的意义何在 你这款游戏跟他们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然后别人用AI生成图 你也直接拿来套用 跟Adobe学的是吧 我在帮你这位伟大的CEO 复习你过去讲的话 代言人 行销这些东西 他能帮你把产品从80分做到95分 但是他不能帮游戏从40分做到60分 你甚至都认为MMO品类也不再是主流 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小 但是你们一直来都在做什么呢 用各种话术把自己包装成有品格的厂商 但最终目的还是骗投资骗资金罢了 对这些厂商而言 语言只是用来欺骗人类的工具罢了 一直以来也只能剪别人不要的边角料 真正能赚钱的产品也轮不到你 觉得台韩市场小 想进军日本英文市场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真的拜托 有多远滚多远 别一直嘎台湾韭菜做资金杠杆 得了便宜还卖乖 或者你回头去跟你们同行内卷如何 本次游戏找来了无康人代言 又是个好用的艺人光环啊 不过电影可以看 游戏就算了 通常在游戏没有滚服是不可能的 然后后面又在那边跟你无限和服 那玩法就是经典的换皮放置 然后当你玩到一定阶段以后 它就解锁战斗跳过的功能 让你可以靠战力快速跳关卡 所以这游戏跟你配对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单纯的花钱换数值的比拼 典型的数值卡牌玩法 所有的战斗演出都只是让用户感觉 自己像是在玩游戏 但殊不知啊 他们才是被厂商玩的游戏 而美术方面有很多的熟面孔 也有点像是把过去 云上陈之歌的美术资源 拿出来改一改就上架了 至于养成方面我真的不想评价了 拆分成N块的升阶跟碎片升星 这类游戏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谈 不存在什么花小钱或者不花钱 就能玩得很舒服 它99%的内容都是为了PVP而生 你可以骗自己 只玩那1%的PVE也没差 但这种用脚填数值的关卡设计 很快就会让你卡瓶颈推不动 最后上线的意义就只剩下消红点 至于其他体验都跟你无关 毕竟你不消费嘛 况且都是靠倒数材 诈骗广告堆出来的游戏 你该不会还会指望厂商会好好应允吧 回头去看看他们代理过的游戏吧 导致卡F没多久就搞直除反例规避抽成 弱智的社群问答 施舍蚊子腿福利 无限和服之类的 差不多两三个月 发现这批韭菜嘎不动了 就准备代理下一款了 真的同样的套路换都不用换 就有源源不绝的韭菜自动上门 只能说台湾人的包容心还是非常大 那最后一款 我并没有找到游戏的本体 但还是顺势介绍一下好了 魔力宝贝 冒险者新天团 台湾代理是共和国科技 而实际的运营商 根据商店可以查到的公司资料 一间是快游网路 一间是陆林游戏 可以确认母公司为三九户鱼 过往也是靠做一些列子传奇网游为生 然后查一下他们公司状况 近期也是在各种应征 广告投放广告制作的相关人员 就非常符合这些公司的业态啦 都是把大量营收用在宣传成本上 那至于游戏是不是真的来自SE的正版授权 就只有天知道了 至少我不认为看到什么正版授权 会觉得是一个正面标签 反倒是在立一个死亡flag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厂商要用另一款 魔力宝贝归来来打广告 但按照商店图跟其中一个广告 有稍微露出的画面 很大的机率游戏是采用 出发吧卖分 或者早期不休的乌拉拉 以跑步挂机推图加社交玩法为主 那之前在云海无限边境中 我有讲过类似的产品 本质上这些游戏就是放置像MLO 看似轻度休闲啦 但还是偏贩卖数值为主 早期能靠大量广告把人拉进来 那如果游戏没有其他诱因 后期也只能靠堆数值上强度引用你课金 早晚也会因为数值崩盘导致鸟受散 游戏像出发吧卖分这类游戏 都是先开台服再回头开陆服 台湾很大程度都是被当测试员 出钱出力出时间 拼命debug优化游戏 但大多也都是优化道路服务区 相关暴力的网路上就一堆了 各位可以自己去翻 那大厂都尚且如此了 就别说这种背景不透明的幻皮作品了 就是很单纯的割一波后跑路 然后厂商又在那边搞小团体 这我也讲过N便了 里面都是把人拉进去拱克金的操作 是非常常见的诈骗套路了 你以为的玩家分享 玩家推荐 背后不过都是公读生啦 你在那费钱费力费时间 比爬榜比战利 其实都是官方人员的网路钓鱼罢了 当然如果这就是你的快乐 我也是理解尊重祝福啦 结论 掏钱容易赚钱难 万贯花光心自寒 账单到来 施方进 钱财成灰 泪死干 环境是要靠大家维护的 你给垃圾消费的每一分钱 都只会产出更多的垃圾 结果就是 你不开心 我不开心 厂商笑得很开心 只有不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哥布林 才是好哥布林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没听见到下来 我不是这边的哥布林 不正确就是 我只是问过 这边的哥布林 我不是这边的哥布林 我不是这边的哥布林 我不是这边的哥布林